而且清得很 家家戶戶把握时间大扫除 但市面上大部分都是化学清洁剂 用得不安心 专家说在洗碗盘的时候 最好不要使用化学调制的洗碗精 其实我们可以用小苏打粉 搭配黄芥末粉 这样可以做出健康无害的洗剂 比例就是小苏打粉是3 然后芥末粉是1 以3比1的比例将两种粉末混合 再加水搅拌均匀 就可以当洗碗精 芥末粉的部分 它其实是有消毒的动作 那如果假设你比较顽劣的油污的部分 其实是很好清的 天然的一个洗碗精 还有网友提供妙招 用棉花棒或是用旧牙刷 沾咳嗽药水清洁瓦斯炉旋钮的油垢 它有些碳层素 或是杀菌的 其他的杀菌药物都会把细菌杀 所以也可以把黴菌杀 化学老师说原来药水成分 可以有杀菌效果 但使用上还是有些地方要注意 有时候我们没有清除干净的话 那你可能会引来所谓的蚂蚁的部分 要求由茶壶水垢 可以用触加水2比1的比例倒满茶壶 开火将水煮飞 拿到茶壶里面的水煮滚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是拿到这个流理台这里 用水仔细地清洗一下 就可以发现里头的水垢 已经完全清除干净 另外醋也可以用来刷马桶的污垢 氨水酒精可以清洁烤箱 先倒入小罐子放烤箱一夜 隔天清洗会发现污垢轻松去除 但蒸发出来的气体有害人体 记得要开窗戴塑胶手套 如何将化学药剂的使用量减到最少 五招达人交战使用妙招 让房子清洁溜溜 记得林勇远方台北报道